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善书 王死成游记 主著先佛为南天三太子挪诈 扶鸾为永笔 第八回 至尔魂 好生之德相欺勉 扼杀无辜念夜禅 南天哪吒三太子将 诗曰 扼杀无辜罪夜长 好生之德岂能忘 春恩寺海宣堂会 背念人伦凯探商 盛世 王死成中四件有仪式 专门收容智灵幼童及胎婴儿 这大都是父母造成 进入王死成的案例 这样不公平 那些小童 婴儿 甚至未及出世的胎儿 因为父母的造孽 疏忽而死 怎能将他们进入王死成呢 很公平 那些胎婴儿及智灵幼童 之所以会夭折 虽说是父母罪过 但他们本身拒都是素叶颇重 除了虚受阴律制裁外 尚需戒阳苦以抵罪 故进入王死成 是素氏冤叶的果报 当然 为人父母因疏忽或造孽 而形成王死的案例 那是另一个因果的形成 会另爱移交地府审理 恩师之义分成两种 一种是素叶减受王死 一种是父母造成 另一个因果由地府审断 以 不对 前阵子王死成文职主宰副文中 有一位智灵幼童惨遭火灾烧死 起因也是父母疏忽造成 但并没有进入王死成 这有三种情形 一乃戒胎脱节 父母或祖则必须多有善德之因 二乃讨怨债而来 比如 某甲欠某乙 在阴律的折算中 为期五年 于是某乙乃转生 某甲之子女 五年妻戒而死 誓言 父母照顾幼儿之苦心多大 一旦夭折其痛可知 其实乃怨债也 三就是前面所述 另造成一段因果了 这样解说就够明白了 行乙 此混天灵护身 无徒避眼 可张也 嘿 恩师不是说要游狂死成吗 怎么带弟子来到育幼院呢 嗯 不对 这里的幼童有黑的就像一块木炭 有水肿的就像药皮裂肉绽 甚至有的满身血污 犬驱成一个肉团 仅略可分拌出五官级手足 这里是王死成四集四件四事 专门收进幼童以内王死 你看看 黑得像一块木炭是被火烧死 水肿是淹死 血糊糊之中 有的是被车斩死 有的是未及出世的王死魂 看看这种情形 岂不令人鼻酸 一个个可爱又同 都是成年人的疏失 扼杀了他们生命的延续 这个罪过就等于亲手杀了他们 但愿世人看了本文游记后 对子女的照顾应多付出耐心 那些贪图一时欢乐的男女 将无辜生命推入王死城中 而这个结果的造成 却是不能抑制淫欲 总而言之上天有好生之德 人起无侧隐之心 生命是可贵的现象 扼杀他是无边罪过 前面三项是因的结果 除了借胎脱节是无可奈何外 其余两项都可由父母爱心的付出 而得期望改善 世人免之灾 可 著书至此 恭送恩师回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重 以气天心 目前 无极直辖全真堂正在 募款兴建全真大道灵修院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 无极直辖全真堂网站详乐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